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距离明年1月入主白宫越来越近 他所提名的执政团队逐一出炉 一些成员远在预料之中 但也有一些是新面孔 其中以新提名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最为特别 也显示出拜登今后对国防政策的基本思路 奥斯汀是一位退役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美国陆军上将从开国至今有232位 奥斯汀是第200位 也是第六位获得此一军衔的非洲裔高级将领 他的军旅生涯创下许多第一 是首位指挥整个陆军师的黑人将军 更是美国中央司令部首位黑人司令 指挥整个中东战区独当一面 在美国军事史上仅此一例 除了这些过硬的本事 拜登早从2008年就认识奥斯汀 根据美国国会三报报导 拜登的长子博是一名律师 2008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作为随军律师到战场服役一年 就在奥斯汀的帐下 博反国后和奥斯汀一直有联系 周日弥撒 他们经常坐在一起 两人情疑之深 拜登作为父亲焉有不知 拜登曾说 我知道博作为将军的幕僚 是多么感到自豪 很不幸 2015年 博因为脑癌过世 除了这层失交 拜登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 多次送命到伊拉克视察 目睹奥斯汀在那里的指挥 今年12月8日 拜登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投书 说明他为什么选择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 这是拜登提名多位队员当中 唯一以媒体投书方式介绍奥斯汀 说明他的慎重其事 拜登在文章中特别指出 他选择奥斯汀 主要是看到奥斯汀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期间 是如何设计并且执行反恐战争 建立一个来自70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和盟友 所组成的联盟 最终成功击败伊斯兰国 奥斯汀完成任务后 在后续从战区撤出15万美军返乡的过程中 发挥关键性作用 拜登指出 要做到这一点 不仅需要战略技能 更需要外交手段 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伙伴 通力合作 才能够完成撤军任务 因此 拜登称赞奥斯汀是政治家 充分代表美国的荣誉与尊严 拜登说 那段期间 他和奥斯汀度过无数个小时 不论是在战场 或在白宫战情世 往事历历在目 印证他所言不虚 说完好话 拜登在文章后段 阐明新任国防部长的主要任务 可以说 是整篇文章的重点 是拜登入主白宫后 对国防政策的基本思路 不论最后 奥斯汀是否能够获得国会同意 拜登都要这么做 按法律 美国军人需要退役七年后 才能担任国防部长 奥斯汀退役至今四年多 虽然不符规定 但是有潜力可循 1950年 马歇尔出任国防部长前 已经退役五年 不符规定 最后临危授命 国会通过一项豁免 让他破例上任 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马蒂斯 退役四年后 也是通过国会豁免 得以出任国防部长 拜登希望国会 也能够比照通融 为了应对美国 面临巨大而紧迫的挑战与威胁 在拜登眼中 奥斯汀是不二人选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刚才提到拜登 在投书中 所表达的国防政策思路 虽然不是来自正式文件 而是他在选择 国防部长时的 一种任务说明 也同样具有政策性 归纳起来有五项 第一 要紧急应对 美国日益严重的 新冠肺炎疫情 军队要负起庞大的后勤资源 包括分发疫苗 奥斯汀曾经负责60年来 美国从伊拉克最大规模的撤军行动 深知后勤作业 适才适任 第二 新任国防部长 要确保军人 及其家属的福祉 与复员 过去20年 美国军人因为反恐战争 付出惨痛代价 与家人的关系紧张 奥斯汀身历其境 知道如何从痛苦中重新复苏 第三 新任国防部长 必须确保 美国武装力量的多样性 军队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应该得到尊严和尊重 包括黑人 拉丁裔 亚裔美国人 美洲原住民 女性和同性恋者 奥斯汀不仅会把个人的经历 带到工作中 还会把他指导过 无数年轻人的故事 运用在工作上 第四 强化军民关系 过去四年 军民关系一直承受巨大压力 今后需要授权 民间人士与军方领导人 一起制定国防政策 确保国防政策 能够向全民负责 奥斯汀 知道担任国防部长 和作为将军的职责不同 它会使军民关系 重新回归正轨 第五 建立以外交为主导 从政联盟的外交政策 美国必须准备迎接 未来的挑战 而不是继续打过去的战争 因此 美国的领导地位 必须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使世界团结起来 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 从流行病到气候变化 从核扩散到难民危机 拜登强调 军事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工具 而保持美国的强大和安全 需要动用包括外交在内所有的工具 使用武力只是最后手段 拜登在文章中特别看重 奥斯汀建立一个 由70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和盟友所组成的联盟 在击败伊斯兰国过程中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也就是他今天想要做的 以外交重振联盟 来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 从以上五项 可以大致勾勒出 拜登今后国防政策的主要思路 就是重整军武 外交为上 重整军武是从内政做起 拜登说 要先克服疫情 复原军队的士气 强化军民关系 重整武装力量 这些都是内政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才能用以致敌 这个或许可以称它为安内 外交为上 是强调以外交重振联盟 合纵连横 迫使敌人屈服 代价最小 伤亡最低 这是拜登应对威胁的理想模式 以外交而屈人之兵 这或许可以称为然外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今年10月25日 拜登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节目专访时说 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 它会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联盟 其次 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中国 也许 拜登认为俄罗斯最有能力影响美国的联盟 而把威胁的程度放在中国之上 记者问他 美中的竞争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拜登说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一点 好坏之间 将决定我们是竞争对手 还是最终陷入一场与武力有关的 更严重的竞争 以目前拜登选择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的规划来看 拜登就任后 首要之务是克服疫情和重整国防 面对威胁 则是以外交重政联盟的方式加以解决 尽可能避免动用武力 防止引发战争 当然 国际形势变化莫测 未必随拜登的主观意愿而行 今后美中大国博弈 冲突与交往之间 眼前将取决于两个变数 首先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上周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将启动一项针对中国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 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和防御态势 以及深化与盟友的合作 另外 该法案涉及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条款 有39条 从学术交流到孔子学院 从非政府组织到媒体 从间谍活动到统战工作 从国际标准制定到半导体供应链 从核武到5G或6G网络 从国际金融到一带一路 从南海到东海 从北极到太空等 内容几乎涵盖美中大国博弈中 让美方感到威胁的各个层面 今后 拜登政府会以多大的力道 执行新版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 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压制 轻重之间 将连带影响中国回应的方式与强弱 相比之下 第二个变数的冲击力更大 就是国防授权法案 有关涉及台湾部分 共有四条 其中 以美台军事合作 让北京当局最敢棘手 内容包括美国继续对台军售 支持台湾筹建非对称战力 考虑与台湾实施实际的训练 和军事演习 以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 以及如何扩大台湾军事人员 赴美受训的可能性 增加美台防务官员之间的交流 并且增进双方人道主义援助 和救灾合作等 这些政策声明 有些正在进行 有些还在酝酿 今后拜登政府 会以多大的力道 执行国会的意见 取舍之间 也将连带影响 中国回应的方式与强弱 目前很难定位 拜登是理想主义者 或现实主义者 是公式现实主义者 或首式现实主义者 面对新的形势 拜登自己也在调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拜登必将安内然外 双管齐下 以外交而屈人之兵 避免引发战争 台湾议题 将是今后美中大国博弈中 决定双方是否走向冲突 或增加交往的关键因素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 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齐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